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开始我们想先做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们欢迎钟军 嗨 大家好 我是钟军 来自华为 我是OpenOla InfraSig组的Maintainer 目前主要从事数字运营系统建设 以及开源运营指标体系建设等相关的工作 OK 我是江亦坤 来自华为 目前是OpenOla InfraSig的Conventor 目前主要从事的大数据ARM生态的构建 以及开源社区健康度度量等相关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彭磊 是一名华为高级软件工程师 OK 我们正式开始本次议题 大家可以从提纲看到 我们这个次议题将从四个方面来分享 在引言部分我们其实是想介绍一下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然后再从背景中我们会介绍 开源社区的运营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然后它有哪些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然后哪些数据是我们应该重点去洞察 并且做分析的 然后最终对现实怎么样是产生影响 然后在方案部分我们将是从一个数据 怎么样从一个无意义的东西 然后最终变得有序 然后变得对现实的运营产生一些影响 然后最后将从人工智能的一些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用AI的这些技术 对开源社区的产生的运营产生一些影响 OK 议题的开篇 其实我想以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灵奖的获得者 希尔伯特·西蒙的一句话作为一开头 他说 Avials of information creates a poverty of attention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说 爆炸的信息啊 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的 其实的确如此 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发展 产生的数据还有信息 都是爆炸性的增长 我们所能阅读到的 接触到的东西太多了 有视频 有语音 还有一些文字 然后呢 我们其实和过去相比啊 甚至很难真的去发现 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样会导致 其实我们接触到数据量变大了 但是包含的信息 其实没有多少增长 这样其实真正的 对我们产生实际价值 有用的信息却变少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状呢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就是数据洞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 上面有一共大概是六个图 然后它其实展示了一个数据 怎么变成信息 怎么变成知识 然后包括我们洞察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数据 甚至通过AI 人工智能一些手段 然后对让它真正的产生一些价值 对现实生活产生一些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还是非常形象的 最开始的这个数据 其实它是白色的 就像我们一些什么日志啊 还有一些原始的彩点的数据 以及我们比如说类似于 谁点击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谁看了这篇文章啊 这些数据其实是非常多的 然后但是其实没什么 就是真正的 我们能洞察出来一些东西 其实从这个数据上 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第二部分其实就是信息 这个信息啊 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形象啊 它用不同颜色标准 其实就是做了一些分类 它真正的是对我们现实生活 可能有一部分数据 我们是可以看到 但是其实还是不是很直观 然后knowledge 其实就是把这些点串联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剧类 或者是一些关联 比如说这一部分 可能是运营关注的数据 另外一部分是开发关注的数据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从这个点就可以轻松的 去找到所有的其他的数据 然后做了一些分类 然后真正洞察 其实就是在这些已经分类好 或者说已经关联好的数据 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个洞察可能是 基于一些经验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预值 大于多少呀 我们会非常关注 比如说一篇文章 它的阅读量大于了3000 这个我们觉得 它是一个不错的文章 然后这次活动可能参与的 开发者数目比较多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它低于某个预值可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点击量呀 很低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篇文章 是带来了一些什么负面的影响呀 或者之类的 让大家觉得 OK 我这个不是很关注 然后最后这个智慧呀 其实就是我们基于现有的数据 可能会对未来一些 去做一些预测呀 或者说是我们通过 历史的一些数据 可以预测 比如说我们前面看到了 一些活动参与的人 可能每个会议的人也不多 然后可能十来个 然后到了下一次 我们其实去选择场地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OK 那这一类型的活动 可能就是我们 只用包一个 二三十人的场就OK了 然后其实 这个智能 其实真正对我们的运营 产生了一些影响 所以说 其实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说 在数据洞察的中发现 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有意义的信息上 当然我也想 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后面 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图的这个 线索 然后我们一一的介绍 我们在我们系统的设计中 是怎么样去把这个 有无序的数据 最终变成一个对现实 社区运营产生影响 也是从这个图 把我们整个本次议题串联起来 后面大家会看到 这个每一个图到底是怎么 然后在这个图中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就能到达下一个节点 OK 那刚才那几幅图 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那在我们开源社区中 这些原始数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将以 我们参与运营的一些 OpenGauss ManusBall OpenRaw根 还有OpenOla 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介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整体的开源社区的整个流程中 我们首先会有开发 开发会提交一些代码 到像Gate Github这种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 User 他们会提一些issue 还有包括这些menter会发布一些release 每个开发者 他去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会跑一些CI 然后这些其实 提了多少comments comments是什么 issue有哪些内容是比较关注的 这些其实都是原始数据 然后还有我们会 随着这个社区运营会举办一些会议 然后比如说meetup 可能片中一些技术的分享 或者一些商业案例的分享 然后还有一些直播 就是现在像什么bilibili啊 抖音啊这些 其实我们慢慢的这些科技 还有开源社区 慢慢也利用这些新媒体 做一些宣传 还有一些步道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些像直播 就是说 这个直播的过程中 到底有哪些关注者 有什么留言啊 这些留言有什么 有一些负面评论 还是正面评论啊 就是类似这种原始的数据 然后还有一些网站 就比如说我们 像欧空欧拉 他有一些下载镜像的数据 这个博客 有一些技术博客 他的点击量是多少啊 浏览量又是多少 谁去看了这个网站 包括这个网站 是怎么样进去的 从哪些渠道去进去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众号 就是我们比如说像微信的一些公众号 到底关注的啊 还有曝光量是多少 比如说哪些东西是这个用户打开了 他全看完了 哪些东西是已经曝光了 但是用户感觉不是很感兴趣 两三秒就关了 其实这些都是很原始的数据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像我们一些博客上 最近他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 OpenOla中有不同的SIG 比如说OpenStacks 它Publish了多少文章 有多少人浏览了 然后甚至说 还有一些博客 被一些大V啊 或者说是一些技术博客去转载 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在开源社区中的一些原始数据 当然可以存这个图 也可以看到 这个周围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还有像我们比较开发相关的 这个CI它的到底哪些过哪些没过呀 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来源的 然后在这些不同来源 也包含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 或者说是丰富多彩的数据 然后在这些数据里边 我们是真正的要先把它采集过来 然后这其实就是我们最最开始 最开始的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种类还是比较繁多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就是原始数据 OK 当有了这些原始数据 那我们从开源社区中 又有哪些原始的诉求呢 其实我们这里边列出了三类 当然社区中的角色远远不止这三类 我们可以先拿这三个看一看到底 哪一些东西是我们真正关注的东西 可能对于社区应来说 它比较关注的是 哪些新开发者比较给力 我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 给它做一些激励 然后在社区中哪些sig比较活跃 最近为什么这么活跃 其他的sig是不是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然后还有哪一篇的博客量点几大 是不是说最近这个大家内容比较关注 那我们后续是不是可以多发一些关于这个的文章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公众号每篇的阅读量是多少 其实也是体现了这个项目 受大家关注的一些程度 然后从社区开发的角度就是比较技术性的 就是比如说哪些项目的CI不太稳定 这些项目的CI是因为代码提交的有问题吗 那如果要大家有问题 我可能会写一些适合新人的文章 那有的时候是CI infra的机器不稳定 那我们可能要去排查一下到底在这个CI的流程中哪些环节不稳定 我们要做一些加固啊 或者说是稳定性的提升这种 数理啊 还有包括国内镜像下载的这个带宽啊 比如说他这个带宽到底够不够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些宽带的扩容 还有一些包括底层的这些网站啊 最近的浏览量是不是太高了 我们需要扩容吗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每日构建的这个时间啊 多久啊 稳定吗啊 这个对于开发其实是每一次提PR的过程中都会非常关注的 也是非常影响用户体验的一些啊 问题 然后当然还有活动运营 活动运营可能更偏重于这个活动的举办呀 比如说他想知道哪个城市更适合举办这个开发者活动 这个活动我大概需要多少人的会场 有多少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这次本次活动又带来多少用户 那我为什么这一次活动和上一次活动又有什么区别 这些其实都是活动运营想要知道的 然后他会根据这些数据 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每一个角色他所关注的点其实不同的 但是这些东西慢慢最终化解 然后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原始数据的一些线索 我们可以把这个进行一些参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原始数据啊 还有这些原始的诉求其实还是比较繁多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统一的梳理 所以我们下一页就将介绍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做一些这些思考的 因为之前那个种类繁多呀 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综合的考虑 还有做了一些前面的数据 其实我们最新这些数据啊 其实是为了支撑社区还有项目的这些发展 然后当然这些运营的人也其实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就是社区这一维度 还有一个项目的维度 但是相当于其实这些人是有一些交集的啊 比如说对于项目部分 他可能关注的是商业人还有组织 然后社区可能关注的是人组织生态还有软件 然后在整体的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我们这些运营数据数据运营系统 其实要连接商业人组织还有生态和软件 那比如举个例子啊 商业可能他们比较关注的是市场的空间 投入成本还有收益还有品牌的价值 然后这呢而社区的项目可能他更关注一些生态和软件的发展 比如说南北乡的生态 还有认证兼容的一些事情 包括软件包还有健康度啊 这些比较偏社区的一些东西 当然还有人和组织是大家共有的 就比如说我们要对用户做一些分级 哪一些是初级的用户呀 contributor是哪些 比较给力的commitor又是哪些 然后哪一些是TC或者PMC 这种比较偏管理社区管理 然后又是比较资深的一些角色 然后还有像组织 组织其实就是说 哪个公司贡献的比较多 哪个组织参会比较多啊 还有像一些商业变现的组织 这个是我们开源背后的一些商业组织 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一些 真正的商业价值的东西 还有技术生态的组成 以及用户的分布 当然我们确实觉得就是说用户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 做支撑运营这个系统中啊 其实我们是要全盘的去考虑的 所以综合了这个我们之前的原始数据 还有原始数据的一些诉求 然后我们也是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全景吧 所以大家从下往上看 其实底层的一些数据啊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原始数据列出来的一些 就是像比如说每个社区它的一些网站啊 代码科学管平台啊 工具平台还有一些第三方舆论啊 这些平台 然后之后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其实要采集这些数据啊 在这些数据里边啊 其实就比较偏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啊 就是我们要对页面去进行采集 我们会做一些买点 比如说利用百度统计啊 还有一些像Gate提供的一些呼吸的接口 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些数据啊 去把这些数据采下来 采下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像什么 类似于IP啊 还有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些热点异常的这些东西做一些统计 然后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也用了一些开源的软件啊 比如说像Python的一些软件库 比如分析IP的这些库 还有像啊Docker中啊里边有一些提供了比较好的一些底层的软件啊 然后我们都把它容器化 然后做成一个服务 然后也比较方便我们啊做扩展 然后再啊还有一些就是像Gate提供的很多API的信息 我们会周期的去拉一把 然后还有一些主动推送的一些信息 然后再往上看 其实我们数据所有的采集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些指标构建的工作 在指标构建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不同角色所关注的这些信息 转换成一个初步可看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这个页面的UVPV 然后还有一些IP啊来源啊这些信息 包括一些贡献者的统计 还有社区活跃度等一些什么健康度啊这些东西都是 其实我们需要在指标构建中去要考虑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组织还有用户画像 然后到底哪一类客户啊或者说是社区的开发者贡献者 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然后我们对这个用户也是做一些分层啊 比如说有第0第1第2开发者 我们对于这些开发者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激励的策略 或者说是我们对这些开发者都是要有特别的关注 或者是激励他去发一些比较资深的开发者 我们让他们去带动一些新的开发者 然后整个社区做一些良性的循环啊 这个是指标贡献的一些考虑 当然就是说为了把这些指标啊 就干嘛数据 其实啊 其实我们如果类似于一个XL或者一个表格去去真正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不直观的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了一些可视化的技术啊 比如说Graphana然后我们会用这些自定义的看板 然后去把这些关键的信息做一些连接 然后把像用户行为用户画像 还有内容运营 然后还有一些对外公开的一些看板 然后我们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展示出来啊 这是前段展示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右边这部分 其实就是一些啊 真正的一些像类似插件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安全有一些要求 我们要做一些权限隔离啊 管理啊 然后数据要进行一些隔离可能不同的区域 他有不同的法务的要求 然后还有包括报告下载预警 还有这些推送啊 其实都是我们比较方便我们这些角色去观看这些数据 然后从这些数据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全景图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那六幅图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从无序的数据怎么变成最终有序的数据 然后下面几部分将由我的同事 彭磊 还有中军啊 为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 到底这些东西是真正怎么去实现的 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又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彭磊 是一名华为高级软件工程师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在数据驱动社区运营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 数据抽取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ETL 我们社区运营过程中 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日志 包括用户的访问日志 软件镜像的下载日志 这些海量的日志散落在各个服务器节点 如何在这些海量的数据中 抽取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从而进一步挖掘这些信息 毫无疑问 我们需要使用大数据技术 接下来我们举一个实际案例 从网站访问的原始数据中 获取一个镜像的下载量 来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使用PYSpark 和Spark Circle来完成数据的抽取 首先通过Rate接口读取数据到Spark的DataFrame中 然后借助Spark Circle的能力 筛选到我们需要的数据列 最终保存在ES中 当然了 我们的实际业务可能会比这个复杂一些 但足以说明PYSpark和Spark Circle的简单易用 Spark作为一个成熟稳定的分布式计算框架 不仅可以使用多种资源调度程序来为其任务提供执行资源 同时化繁为简 将更加简单易用的PYSpark和Spark Circle包了给用户 对一些熟悉Circle的数据分析师和Python程序员来说 更加友好 我们不仅仅是Spark的重度使用者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的回馈社区 在Spark的DataSource VR改进 标准Circle数据类型的支持 Pandas API DataFrame API 等多个正点模块 我们都有持续的贡献 OK 感谢彭雷的分享 下面将由中间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 从信息到知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信息通过信息点 把这些记忆点通过据类分类关联的方式 把这些信息一个一个点进行串联 把它连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某一个点 轻松的去找到它其他的所有的一些数据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图里面 图中的话 我们其实是将人的行动的一些信息 进行了一些关联 然后把这些信息串起来了以后了 我们能看到 根据人的一个马云 它的一个账号 这个信息点的话 其实我们能关联到它 丙图中出现了它的一个贡献的仓库的一个喜好 以及从时间事件分布图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贡献时间的一个信息分布 而我们能看到哪些时间段它是更活跃的 哪些时间段它是不活跃的 就是说我们能从人的一个账号信息 通过层层关联 层层聚合以分类 我们能够找到它的一些贡献值 行为轨迹信息 时间分布信息等等 也就实现了从基本的 从信息到知识的一个转化 那我们有了知识以后 是如何做到洞察的呢 我们最初的洞察的话 是基于法治和规则的一个用户划分 我们在这些繁杂的知识里面 也就是刚才我们把每个小点点 连起来的那些知识里面 我们去定义了一个用户的转化的一个规则 用标准的一个漏的模型 然后分为了五个层次 从触达试用最终到一个代码贡献者 我们在每一层都去定义了 它每一层的规则 比如说触达的规则是 网站访客的一些数量 我们通常所说的UV 加上多媒体的一个用户数 这里的多媒体的话 其实我们用到的 包括了一些B站的直播的用户 还有公众号 以及我们的一些会议系统等平台的一些用户数据 然后最终动杂的点在于我们把这些用户的信息进行的一个抽取 然后我们从而能够清晰的去看到一个用户的一个走势 以及转化的一个情况 从而我们根据这些转化的情况 来调整我们的一些运营的策略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哪些活动或者运营它的那个转化情况和效果是很好的 哪些相对而言可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那个中间的那个柱状图 其实是表示一个用户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柱状图 像比如说中间的话 很长的那一条 它是20年12月份的时候 它当月的用户增长量 它是远远高于了其他时期的增长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变化去找到异常背后的一些原因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下面那张柱状图 它是一个表示开发者总量变化趋势的这么一个柱状图 显然这是一个永远只有增长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想一下 在一个社区里面 所有的开发者进来 他是不是就是一定就不会走 所以总的开发者一定是一个完全增长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后面我们把具体的数据打开来看 也确实证实的是这样 有一部分开发者 他可能已经走了六个月了 有一部分开发者 可能他已经一年都没有来贡献了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步 从洞察到智慧 去发现这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像图中 那两个黄点点那样的一个关键信息 我们是否能够追踪到导致这两个关键信息的一些特征因素和原因呢 按照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列子 去找到那个跟离开更相关的一些特征 那么是因为嫉妒的原因吗 还是因为用户的一个性别差异 或者是回复问题的时间都过长 用户不再想来了 或者是CI构建失败率太高了 然后用户失去了信息不再想贡献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的猜测 我们根据国外的一篇论文啊 我们用了就是下面三个常见的一些相关性 系数公式去对我们的猜测 进行一些特征 进行一个计算 去算哪些特征是与流失率是相关的 哪些特征是无关或者甚至是负相关的 负相关的话也就是说 这个特征的值越高 反而流失的概率就越低 然后进行了一个相关性公式的一个计算 然后最终的话 在这31个特征里面的话 我们最终这边列出了有10个最相关的一些指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最后算出来的最相关的指标 大部分指标是跟时间有强相关的 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流失率最相关的是 issue和pr的一个关闭跟打开的时间 但是我们像通常以为的一些 比如说CI的成功率啊 或者加了额入的数量的多少了 其实是跟流失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或者是一个负相关的一个关系 感觉一个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在右下角的话 其实我们也是有参考到了国外的篇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面主要是讲的是 预测了一个公司的离职率 然后也会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些特征 哪些特征是跟那个离职率是紧密相关的 哪些可能是没那么相关的 然后我们按照这篇论文里面的方式跟方法的话 我们去做了上面相关性的一些计算 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些指标跟它相关的话 那我们想要去预测即将流失的人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去建立一些模型呢 然后根据模型去预测 去提前识别出来哪些人即将流失了 基于上面的论文的一些理论的话 其实这里我们有算了十多个模型 然后最终的话这里列出来了是九个基本的一个数据模型 比如说像线性回归的一些逻辑回归模型啊 或者是一些支持相量级模型 主题模型 一些决策术的一些模型 比如说随机森林啊 神经网络等等 然后我们是把这些特征导到这个模型里面去去做一些预测 然后最终的话 其实是有一些实际的预测的一个率跟净准度 照会率的和FE值的一些呈现 这实际的预测率指的就是 你预测正确的占总的人数的一个百分比 比如说它本来是流失是吧 你把它预测成流失了 那这就是一个正确的预测结果 那本来它是没有流失的 你预测出来它也是没有流失 这也是一个正确的预测 最后实际预测率的话 它是一个正确的跟总的人数的一个占比 那净确度都不一样 净确度它可能 它最终想算的就是你实际是流失的 预测出来也是流失的 这种情况是正样本 占总的流失的人数的一个百分比 所以它是从各个维度去看 我们这个模型对于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们从图中其实可以很显然的去看出来 在这个结果呈现里面相对流失率这种分类的一些数据的话 其实是像规一化的这种逻辑回归这种线性的模型的话 其实它的那个效果是不是那么理想的 预测出来的那个比例都是远远小于像树形模型决策树这种 相对来说的话像随机森林模型的话是最后算出来是一个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效果 能够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一个预测率 刚才我们是只有两个分类嘛 一个是它走了 一个是没走 那我们后面又进行了第三个分类 第三个分类就是即将流失 然后我们在这第三个分类把它算出来了以后 其实我们是在上百年的时候就提前识别出来的可能有八十位的一个贡献者 是真正的核心的一个代码贡献者 它可能是要即将流失的一个状态 然后在这八十人当中呢其实又发现了这些开发者 它就是有一大部分人它是来自于同一个公司的 后来根据这个数字的话我们又去展开去看了一下 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了 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在这个公司 它之前是做OpenOla跟树莓派的一个特性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当时是有一大量的一个投入 但是随着树莓派这个业务它逐渐趋于稳定 和当时那个特性它逐渐趋于稳定了以后 它那个投入的方向就没有之前这么明显 而它自己也当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 后面投入了一个点 然后后来我们的运营经理就帮助他们去 后期去规划了一些新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向 跟一些合作的一些点 然后到六七月份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逐渐回拢的一个趋势 而且也很明显地看到 这些有些人它又逐渐又回来了 所以这个洞察到智慧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慢慢去发现 或者是用一些更好的一些模型 或者是一些手段 最终还是为了去发现社区里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问题去做一些措� 去对这个社区进行一些影响 相当于还是在做一些人的工作跟人的影响 然后最终又将这些人回流到了社区 进行一个良性的一个社区的循环 最终达到我们社区活跃而繁荣的一个目标 下一步的智能洞察的话 我们会更关注一些时间线的一些模型 然后再加上一些因果关系模型 争取更深入的进行洞察 然后我们也会对运营指标体系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建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到 OpenOla社区 关注到我们的这些指标体系的一些建设中来 今天的议题的话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